行政院长赖清德与高雄市长陈菊 周六上午一同前往左营新庄子天空庙 丧香参拜 市长陈菊感谢院长大力支持建设高雄 缩短南北差距 而院长赖清德约允诺会落实前瞻基础建设 及长照业务 让高雄市能够顺利达成目标 行政院长赖清德与市长陈菊 上午9点抵达左营新庄子天空庙 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庙方也特别安排12新将及30位旅官 站立两侧迎接贵宾的到来 天空庙遵循古理科宜 安排赖院长及陈菊市长一同带领 地方士绅上香献酒献薄 祈求玉皇大帝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 随后也致政庙方香油前完成参拜仪式 市长对于赖清德院长南下 协助高雄产业转型 及视察重大建设表示感谢 也强调会做他的货盾 让高雄更加繁荣发展 今天他特别有着高雄市政的发展 高雄接触 还有很多需要完成很多困难 涮清德医院长与市政库团队 全部他带来的部会收入 和我们河山高通 我们把困难 把医院与他们团队报告 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困难 差不多都改冠 应该把我们高雄支持的医生 涮医院长也能一声OK 对于市长成局大力支持 赖清德强调将会协助高雄 落实前瞻基础建设 及长期照顾等相关业务 今天以来最主要来高雄 我刚才意见到大家跟大家报告 就是要做英文总统 两项重担政 第一项就是前瞻基礎建设 第二项是当机照顾 对我们台湾社会 无论是第十五位 尤其是中卫 那是失敌的老人 那是心心壮的者 那么我们川英文总统 那么要求庭政 要求我们卫福部 一定要提供好的对策 好好来入社 市长成局以赖清德院长 互动热弱 在庙方安排下 一同跟李观及天空庙人员拍照 由于赖清德院长周六上午 在高雄连赶四个行程 短暂停留之后 在市长成局陪同下 继续前往下一个视察行程 港东新闻李正道 王思武采访报道